《音樂馬房》 歡迎回到《音樂馬房》 《音樂馬房》 沒錯 今天是這一季最後一集 即是跑馬的一集 接著就休息了 所以為什麼我請回草猛哥上來 就是我們在這裡幫忙了這麼久 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中間才開始看我們 就會發覺為什麼《音樂馬房》雷台詹 是呀 會有草花在這裡呢 一路都有的 是啊 是啊 因為你不是每次都出現做嘉賓 但是每次都幫我們打雷台戰 但是都是輸的 哈哈哈 被人打到很嚴重 我們今期厲害了 是嗎 是啊 我們頭三期都是十格之內拍都沒有 我們今次跑三四左右 不知道 因為明天才是最後一戰 那不知道呢 六死誰手還不知道 現在 就是民間有高手的 沒錯 民間絕對有很多高手 是啊 沒錯 沒錯 那為什麼你會上來幫我們做這個《音樂馬房》雷台詹呢 因為我覺得這幾次 你就做我們拍攝幕後的女人 哈哈哈 我就都很久沒有跟你走過 哈哈哈 大家不要誤會 哈哈哈 我說的是 最初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 最初的時候 你會幫我做這個《擂台戰》呢 哦 那時候呢 其實你是跟另外 就是我們同期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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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沒有了 那我就不認識你嘛 是 是見過一次是嗎 見過幾次啦 不是一兩次 是一兩次 但是我們又沒有 沒有特別的聊天 沒有沒有沒有拿電話什麼都行 沒有的沒有的 我好少啊 通常都是等一些女孩子自己給電話 哈哈 我是比較囂張的 是 我好笑 其實 其實是說笑而已 我是不敢問的 其實呢 我是怕人拒絕 這裡呢 有些觀眾都有看《百樂與草猛》的 我見到《百樂與草猛》那裡 有些留言就說 啊 草猛啊 說話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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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呢 我想告訴大家 她是 在鏡頭前面 才扮成這樣 哎呀 還我蒸發啊 哈哈 其實呢 她在鏡頭之下 對女性是非常尊重的 但是她就說 我都 正經了這麼多年 在鏡頭前面 你讓我 玩一下 學一下 就是做一個花花公子形象 我說你算吧 哈哈 哈哈 花花公子 現在都 哈哈哈哈 是啊 我也想做 是啊 那時候就因為 你們《百樂與草猛》 就在星島拍攝的時候 我就想去做到一集 記得嗎 哦 其實不是一集 做了幾集 都不知道怎樣找到你 我都不知道 《百樂與草猛》 是啊 是啊 所以就做了幾集 開始熟了 直到呢 就是 因為《百樂與草猛》 你們不可以上去拍 我記得有一集 好嗎 我頭一次 和《蠻姐》 第一兩次的肌膚之親 夾大腿 記不記得 哈哈 我想到了 可以回去這個 《百樂與草猛》 看回那集 就是感受一下到底騎士 那一個 就是 腿公 我們叫當子 是的 腿公有幾強勁 那樣的 因為我呢 都吃過夜竹的了 什麼 我也有吃過夜竹的 我玩過泰拳的 哈哈 都頂不住 是的 都頂不住 所以呢 真的好厲害 要看回《星島》 嗯 是《星島》 我忘記叫什麼 但Anyway 總之見到《星島》 有《百樂與草猛》 裡面有我做嘉賓 應該可以看完它 哈哈哈哈 哈哈 是的 那今季 今天是最後 就是明天最後一次 是啊 那這一季裡面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東西 沒有什麼啊 有沒有哪隻馬 幫你贏最多錢 我又沒有 沒有 就是我很懶 沒有什麼 就是有沒有一些馬 你是特別喜歡 或者有沒有一些馬 特別質疑 就是有沒有一些馬 是令到你 就是掉了眼鏡 無論是掉眼鏡 嘩我猜不到你這麼好啊 還是 嘩我猜不到你這麼壞啊 這樣 有沒有這些 有的 但是不多的 通常我買了一次 或者下次 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追多一次這樣 然後都不行呢 我就很多時候都不追 我發覺要追三次的 有 有沒有追三次 有很少很少 如果我自己 剛剛就發生了 就是那隻 昨晚在你的 運利 運利福星 不是不是不是 叫運利 多利神區 不是那隻 總之我上一期 就是追了三次了 這隻馬 是 這個呢 我知道的 是 又老 又 又 又什麼 好像鬆了 是 我忘記了 我自己追就是 偉達希威心那隻 多利 最近 多利那隻 你追了幾次了 追了很久啊 終於到了 因為 我選不到 其實我選不到 另外一些 所以我就 不要以為 我在這裏說 自己 不要當我在這裏說 多利 多利 不是 我想告訴大家 死追 我追了幾多次啊 我追了一次 輸了 我當然沒有告訴你 是啊 醒目勇區 哦 醒目勇區 是啊 其實這隻馬 都真的見了 這隻馬 是少有的三次 嗯 少有的三次 是啊 我見很多人都說 這隻 每一次出來都有人提他 是啊 是啊 我都記得是這樣說的 那我都會看著的 那我覺得呢 哇 你十倍以來 我都一般的 我覺得不值得追 嗯 誰知道整個二十幾倍 即是十幾二十倍 那我才 哎 搏一搏 我就有一隻馬 就是這一季 我是徹底放棄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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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頭本色 嗯 原因是什麼呢 這隻馬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由去年季尾已經是開始的了 它幾乎所有雜 都是漂亮的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喜歡看雜 是 幾乎所有雜 都是漂亮得不得了 但是 這隻馬 真是 身為一隻D步馬 跑了兩季幾 嗯 沒有一次近的 即近極 都是跑第五 嗯 那 就是 我又不覺得 如果那些雜 是左任好 我又不覺得是練馬師的問題 嗯 那會不會是馬本身 就是 有的 有很多司雜漂亮 我們叫神操之聲 是 哈哈哈 就是神操也包括試襲 是啊 就是 拍跳啊 那些 那些禮貨 有什麼都 是啊 就是 落場跑呢 就很失望 對啦 營隔獎上也都不差 那隻馬 記得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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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班頭跑到現在五班尾了 這樣 都要退役了 結果 那這隻馬其實有個故事的 是嗎 因為 我們 就是喜歡給什麼馬 我們 就是你有你給我我給呢 嗯 很少說 就是 去影響你 是啊 或者就是 隨便很特別 都盡量不會因為你有你的選擇 嗯 那這隻馬其實有個 我一個朋友都跑馬很厲害的 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他上季叫我買 嗯 那我就 沒有買的 嗯 我忘記了有沒有買的 就算有都很少 但是輸了之後呢 我發現呢 就是他計錯數的 是 就是 我們做騎士 我們沒有看這些什麼數字啊 那些 很少很少看的 是 那 譬如 場外很多高手呢 嗯 有很多派別的嘛 看時間啊 看場地啊 看什麼場地偏差啊 那些數據啊 那 就是 各有各好 是不是 那 那他計錯了什麼數呢 嗯 我覺得 就是後期我都會留意一些 數字的東西 那對我來說 就不難啦 是吧 雖然那時候我們 我是很怕這些東西的 嗯嗯嗯嗯 我覺得他應用不了 嗯嗯嗯 就是他那個理論應用不了 嗯 他 對啦 他對那隻馬的步速 他說 小有這麼好 但是應用不了 就是譬如你一隻 呃 長途馬 嗯 你的步速幾厲害 那你跑到1200 那你1800跑到1200 那我不覺得他應用到 是 這個對 這個對 我剛剛跑完澳門馬 縮不太多 我之前跑澳門馬也是 哇 有隻馬哇 很漂亮 那天的狀態 走圈又漂亮 然後他的數字又漂亮 然後看一看 咦 搞錯啊 這隻馬平時贏到1800 今天跑來1200 你漂亮極我都不會選你啦 嗯 結果真是輸到 沒有離工那麼遠 是啊 那 馬就我分享了一隻 那有沒有哪隻 是你分享的 有一隻 我那次都好像跟你分享過的 哪隻 保成智 哦保成智勝 我還記得那天只是9號 你跟我講的只是9號 不是9號代表12號 那樣東西 是啊 是這樣吧 是呀 那天呢 什麼事呢 那天有幾吋 你跑跑馬馬突然之間 我收到草曼哥的Whatsapp 喂 你這隻你留意一下 有閒錢買少少 那樣東西 贏還是跑第二 我還記得 不是 不是 跑第二 那次是跑第二 是啊 那次是大冷跑第二 那天我整鬼來的 我說 我中了一關 是 是不是好像叫了一關 不是 你不要告訴我 不知道 應該有一次的 這一場就是突然之間 但是 喂大哥 我正在拍攝的 哪有空 看到的時候都已經 趕不及了 不是這隻 那是高搖智聲 高搖智聲 是啊 高搖智聲 因為這隻我記得的 是啊 兩隻你也有說 你在星島做著 對 然後他每次都是 臨尾兩分鐘 不是經常 這兩隻 我很想給你的 你知道我個人很兇 然後呢 就突然之 有少少錢 買少少啦 這樣 OK Anyway 高搖智聲 對 臨尾就買了 高搖智聲 兩隻都有 兩隻 一隻是搖本輝 是 一隻就是 妙禮 是 高搖智聲 是灰馬來的 灰馬來的 我們在這裏拍過 是呀 都有贏了 然後後來呢 有一次再出 你就說 有朋友跟你說 那隻馬跑不回來 不要買了 記得嗎 嗯 好像 那隻是 補城之勝 補城之勝 然後呢 誰知道說完 就WIN給你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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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最記得就是這幾隻馬 是啊 那哪個騎師 哪個馬房幫你 你這季是最喜歡的呢 有時候 我覺得賀嚴幾好的 賢錢 輸錢 都是 就是 什麼 另外一件事 賀嚴幾好的 他很在哪裏 你覺得 我覺得他 幾 幾 理解那些馬 去到 什麼時候呢 可以 可以真的 做功夫 嗯 還有他都 很拼命的 就是 你知道這些東西 不是講拼命的 他在那個時候 即我都不信 他是可以知道那隻馬 那個 就是狀態那個頂峰期 嗯嗯嗯嗯嗯 哦 那真的好 有時候我都覺得 那兩劑 就是 一般人都 就是放緩一些 或者 覺得那隻馬 那個實力 你看一隻八卦 就知道 對嗎 我們買過的 對 八卦買過 跟著還可以贏多兩場 真是好東西 如果在我眼中就是 不是很多在手 那隻馬 但是之後 可以贏多兩場 我很記得 我們在節目裡講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那天是神舟不知幾號,然後我就一隻八卦 神舟不知幾號,我記得了 我和你一起選一隻神舟,都有十一倍 不是,神舟是搭芙蓉莊 我知道,我不是說搭八卦,是贏了 神舟不知幾號 我和你一起選的,我還說六百多萬會拍賣 我明白,但那一集另外串的那條Q是串芙蓉莊 不是八卦,肯定不是 我不是說串Q,我給兩隻,好像是八卦 我忘記了,我忘記了 那些不要緊,說到貴中,可以捱到貴尾,還可以贏兩場 嗯嗯嗯嗯嗯,那我看起來是何言,不錯的 我喜歡苗麗德 我也喜歡的 喜歡苗麗德是甚麼呢? 就是喜歡他,不用我去想他去不去 是,戰意 是,戰意 因為我差勁,我告訴你這個 因為始終我在這個圈的時間太短了 就是還未夠時間去累積到經驗去觀察到底他平時的行為是怎樣 或者在數據上是怎樣,即是未夠 但是呢,苗麗德就爽了 就是他無論如何,你都覺得他博殺的 是啊,是啊 就是你看他的馬行不行 是啊,是的 或者配過騎士行不行 但是我覺得他就暴力了少少 如果你看他的馬,很多傷病紀錄的 不疼馬 成呎厚的,真的 那騎士你知道我喜歡誰的了 你喜歡外籍人士多了 哈哈哈哈 即是誰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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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BNO 我都當是外籍人士 你嚇一些 恩恩珠嘛,恩恩珠都不玩 我喜歡善恩,還有 啊,希威修美 是啊,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歡這兩個 嘩,是啊 是啊 即是我們沒有什麼行的了 是啊,那 不如這樣,你下次邀請他們兩個 事實上一個和你拍一集 我也想啊 我想啊 暑期訪問 是,他現在是 他現在在新加坡 是啊,已經飛了去了 飛了去新加坡 哈哈 是的,那我喜歡這兩個騎士 因為尤其是,我幾時開始喜歡希威心 就是那時候我們拍過一集 你記得嗎? 特意說希威心的 那時候他還沒有勝出那麼厲害 嗯 我說,哇,那時候剛剛傷患復出 我說,啊,他做了一個訪問 我覺得他這個人呢,沒有因為 那時候國際賽跌得那麼厲害 傷得那麼厲害 而去喪失了鬥爪的鏡 嗯 我覺得這件事我很喜歡 是的 那是希威心的一件事 那另外呢,就是諧恩 就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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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先生呢 評論他那時候就說 啊,這個人呢,就手邊不行 諧恩是澳洲的嘛 嗯 是的 希威心就是南非 南非 是的 諧恩呢,初初來呢 他不是,他不是手邊的那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看 嗯 是姜誠的問題 很早期的事 是 是,就是那些老派的 澳洲那些呢,我們叫 就是,這樣流隻馬的那些呢 就是大神式那樣 就是,如果一般有這麼長時間的馬迷呢 都知道的了 嗯,但是呢,我自己覺得呢 他現在的薑誠應該是很不錯的 很多都是在香港學的 真的很多 是的,我就是覺得他現在的薑誠很不錯 就是可能呢,有些他打邊那個動作 可能沒有潘墳那麼漂亮 嗯 但是我又覺得,就是我覺得他 起碼他幫我贏很多馬 哈哈哈哈 我是喜歡這些東西 哈哈哈哈 好了,那說 那, tuh,呃,啊,呃,啊,乃,來貴,來貴,怎樣啊? 憧ete? 啊,包合於草蠻越莊算了呀? 暫時都還沒有什麼 沒有決定的 對啦,還是沒有什麼決定的 你個人呢?你有沒有想著繼續說,啊? 欸,嗯,啊, а似乎是 vocês? 我真的和你分享過 其實有一兩件事我想做的就是背包 背包遊 解釋一下 我就覺得我一個人去我自己都未應付到 一個人去都未應付到? 是啊 搞錯啊 我都一個人去背包遊 你又點同啊 還有我覺得一個人去就會寂寞 還有就是有時想分享給隔壁那個 我想多一個這樣 那不要緊 就算現在有都去不了 看一下疫症點才決定 不是啊 我告訴你背包遊 真的最好最好是自己一個人去 我講真的 就是你剛才說那些我怕寂寞 不怕的 不是啊 那個寂寞是 我見到很漂亮的東西 是想跟隔壁那個人說 不是跟隔壁那個人說 不是啊 真的我意思是 沒有人的 可能周一時只有我一個 很多時候都是可以有 即是身邊是有 你未必認識他 不過你未必認識他 身邊可能有其他人 你就跟他說 我以前都是這樣 然後再不是呢 就拿手機錄他 其實很好啊 還有呢 是 自己一個人呢 你才真正 會在旅行裏面 是了解到自己想要些什麼 今天講出我 有一點點心底的說話 就是因為做事都做了很多年 什麼風雨啊 經歷啊 太多 其實我好 即我發現我自己其實 一直都沒有什麼為意 因為你太多事情做了 我是很想欣賞世界的大自然 我常常看到那些 我什麼時候可以去啊 什麼時候有時間去啊 那就搞啊搞啊搞到很久 你都不會去的了 是 就是這樣啊 最想去哪裡啊 嗯 我都是 現在暫時我都定不到哪一道比較好 我想都是一些 漂亮一點風景的那些 嗯 我腦子有沒有想過哪些國家 你會覺得是 包括的 你看那些風景的話 應該是那些 歐洲那些比較漂亮一點 嗯 那麼就 歐洲就多數 譬如在哪裏 如果看建築 當然要一些 他有多些文明 就是文明過的地方 如果你想看大自然 有很多地方 譬如山區 譬如瑞士 譬如意大利 法國 那些很多都有很多自然的景觀 另外譬如加拿大 澳紐 全部你說的地方 我大部分都去過了 就是沒有 但是沒有玩的 沒有機會給你玩的 其實就是 那些時間就會 你不會留得很久的那些 不是啊 我就旅行 我個人 一個人去旅行 我基本上 我沒有試過和其他人去旅行 哈哈 我每次都是自己去旅行 因為自己去旅行 可能他想去這裏 我也不想去這裏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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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你想去旅行 但現在不能去旅行 所以你都未知道 未知道的 或者 疫症很快 被地住旅行 很快就沒有了 那你隨時起行 就算他不起行 或者我們繼續 跑一下馬 繼續拍一下這些 他一說解封 我就走 我就走 我真的不等得那麼久 沒錯 沒錯 其實都對的 時間是不等人的 是啊 那麼 你接下來 會怎樣安排 就不知道 不過音樂馬房 就會在暑假 有特別的安排 我們在暑假 沒有香港馬跑 我們都不做海外馬 主要是會做音樂的節目 休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不少 休息一個星期 那做什麼 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些音樂節目 可能會半實驗性 因為我們在這個台 我發佈說 我們沒有做過Live Show 那麼我上個星期 上一期 我就請朋友留言 你想看什麼 那樣 那麼他們就說 喂 有沒有可能是一些Live的表演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Live Band 可以在這裡玩 或者什麼 那麼我就 好 非常之好 我喜歡 那麼不如在暑假裡試一下 所以暑假一半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 在技術上 如果有些不足的地方 你們不要罵我 知不知道 可能就是會找一些音樂人 一起在這裡唱歌 聊聊天 就是這樣 請大家課金給我們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 在YouTube 我們現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會唱歌給大家聽 那麼會唱歌給大家聽的時候 YouTube就不高興了 嗯 沒有收入的 是的 沒有的 即是如果是講碼呢 都還有些收入 即他都還會給一點點 哎呀 好啦 見你自己創作內容 想得那麼辛苦 給一點點獎勵你 這樣 不是喔 如果你 譬如你拍十分鐘講碼呢 你只要有一分鐘是唱歌 他已經是扣了你的 你不要說一分鐘 你十秒鐘 他都扣了你的 是的 即是我們初初試過的 是的 沒錯 那所以呢 只要有唱歌呢 YouTube就不高興了 嗯 嗯 版權問題 糟了 他現在講YouTube不高興 他會不會黃標我呢 很害怕 所以 我們所有的事情都是靠大家的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能夠慷慨在街頭 糟了 我很少講這些事情 所以我不太習慣 不過不要緊 我慢慢習慣 大家又慢慢習慣 那 可以的話 當我們會做一些Live的Performance 那一會 希望大家如果有喜歡 可以聽到喜歡的 可以打賞一下 又或者你想點歌的 又打賞一下 那另外有些朋友又說 喂 你這個地方很漂亮 可不可以上 有沒有地方 可以上來唱歌的 那各樣東西 那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 那可以E-mail E-mail 先給我們 那我們 會做一個聚會的時候 可以聯絡你的 那E-mail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musicstable 音樂馬房 musicstable116 at gmail.com 為什麼是116呢 因為我們第一集 就是11月6號 出訂 所以 musicstable116 at gmail.com 你可以傳一個E-mail給我 啊 我都有興趣 或者如果你不懂 搞那麼多 不要緊 你在留言 comments 那裏 留下你的E-mail 千萬不要留電話號碼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留電話號碼 因為 所有人都會看到 那這個 是一個私隱的問題 但是E-mail 就比較好些 那那個 security 就會 叫做 那個需求 那麼高 那所以 你可以在 comments那裏 留下你的E-mail 或者E-mail去 musicstable116 at gmail.com 嗯 那就非常之好 好 那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裏 好啊 還有這個音樂 會不會繼續 就稍後才知道 沒錯啦 音樂馬房 擂台陣 擂台戰 哎呀我都說錯了 擂台戰 那就剩下一期了 那麼 還有頭幾位的朋友 我們還有機會 可能 還有機會打敗你 哈哈哈哈 儘管試一下 好啊 好啊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裏 我們 暑假再見 拜拜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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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笑話 儘量笑得不免卻 我忘記 笑話不不幫我面上 就著眉 旁人問我 何解這樣 在這愉快的演唱 帶他因我 從前坐向一道場 從下臉 難風含舊創傷 破搶 容許是要來 稱呼這兩歷史 為何的唱 是我 還強到已經 勇俊如下血清 亦是 善應命 早知我 愈活愈冷清 就變望九星 偷向前坐定 愈笑愈見不幸 留了啼事 誰是極不幸 已不記得那些壞戀人 何以苦慮 敬追者一念受容 或心 快樂在光臨 可惜我沒能力重生 明晚已亂了 如何笑 怕經冬面相 如真 字幕揭曉 在你的方式上 在你身上 你身上 日本 從事 我身上 你身上 嗎 我身上 我身上 你身上 我身上 你身上 才能 我身上 如何一分 我身上 明上 忍住 忍住 若笑 流行其实太深 内念 由来变了黑烈风 从眉目裂坑心 变色转移 吻吻吻吻吻吻吻 比较连累半生 若我敢 再次思思 无惯 就越笑越见不幸 流了提示 随时极不幸 而不记得那些怀恋人 何以苦慮 迎娶者一面受容或心 快乐再光临 可惜我没能力再生 命运已乱了 如何笑 怕天到面上 愈真 如过 无数个某棍 断断如分擦身 断断有此理人 多风光 自发的我心 又或自我心 深吻到血痕 多谢之前的音乐 叻姐擂台战 不经不觉 真是去到季尾的最后一日 沙田的赛事 至于下季点 正马我都说了 但暑假怎样呢 暑假我就是想去游泳 我喜欢游泳 如果有兴趣 你会在沙滩那里见到我 我挺喜欢阳光海滩的 先说马仔 不要搞那么多 那就是马仔擂台战 我这次 反正都是最后一次 贏也好 输也好 都无所谓 贏也不介意 买一点点 烂满的 热的 反正赢了钱 就输不完 还有剩下的 又买一些 我会选择第一场的11号 就是三条一 第一场11号 库存英雄 我又不会认真乱你 这只马上次其实跑得不错 就是稀威心騎 排过九档 其实他由头放到尾回来 就是输很少 输一个马位 但是 其实他的最终不断 看下去断断断又不断 这只马 我想他的斗心都还在 是在这里的 稀威心上次就放完 放上了一只马 我们叫做 就是 迫起了一只马 开了竅 或者其实是赢过的 还可以再开的 开完竅可以再开的 现在这次 就不知为什么 稀威心不骑了 这些我们不估计了 他骑了韦达那只 可能是被韦达夹住也好 这些是当事人才知道的 换了给陈家熙 都没所谓 这些马 就是他教了 在前面跑的 开了一点点 就是前面跑的方法 的竅 换了中国仔 始终都是减五磅 当你是建策心 减五磅第一 有帮助的 马开了前面的速度 就容易一些 骑的 如果你和稀威心比 当然有高低 不是说 谁踩谁的问题 一定有高低 但是不要紧 但是要考一样 上次大家都是 上次是九档的 这次都是九档的 看看陈家熙如何去处理 我觉得这只马 这个赔率不错 应该可以留意一下 博一下南门 希望明天赢也好 输也好 大家去看沙田最后一次的 今季 今季最后一次的菜市 好 各位好 音乐马房 擂台战 我在讲马之前 再一次多谢草猛 他不单止是今天上来做我嘉宾 亦都是在我们这个音乐马房里面 一直帮我做这个音乐马房擂台战 每一次他除了要做白乐草猛 之外 还要帮我选多一只马 真的辛苦了 他私底下也教了我很多东西 有时 他常常不想我教我的东西 因为 好像很严重 他用他的说法 他说 不是的 其实只是大家聊聊聊聊聊 分享一下 所以 我在此再次充心多谢他的分享 令到我获益良多 好了 回到讲马这个部分 我今天就选了一场八号的龙寶寶 我坦白说这只马 我本身就不太喜欢他 因为去年 我还要做叮叮马的时候 这只马起码被我叮过两次 但是今天我选了他 就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在7月8日试了一个集 这个集 跟他以前试的集 有点不同 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他的步头 好像比以前更加有力 而且 过了中点线之后 更加懂得涌上来 所以 我觉得他的状态是突飞猛进的 但是我觉得 只是这个理由 也未够我选他 因为这一组里面 状态好的马 其实真的不止这一只 比如说 投资有利 明月千山 挺手精神 这些马 都是明显状态好的 好了 但我为什么选他呢 我留意到 他对上三仗 都是跑千四 这一只马 是什么时候赢过 就是一千的时候赢过 那他哪里够力 跑千四 其实 我觉得是不够的 但是 他似乎就是用千四 这个图程 去训练他 跑千二的时候 更加有力 那 他这一只 不是一只很厉害的马 典型 可能只有一段 或者是撞头的时候 一段多一点 那 对上那几像 也是很明显 看到这一件事的 但是 他今次 就在最后 这一场里 缩回来 千二 缩回来 千二那里跑 再做好 那些试集 那些东西 我认为 这只马 是绝对有机会的 现在 都是十倍左右 十一倍 那 希望 他可以 帮我 在最后这一期 音乐马房 女同志 争取一些分 就是这一场 八号的龙寶寶